人物与场景的关系 我们都知道这种风格的范围比较大 我们要把人物图显得非常立体 把红色彰显出来 所以我们的暗部会选择冷色掉 但是我们现在看一下我们的片子 暗部是什么颜色 偏黄尘的这种颜色 这是我们选择高选区 不用那么麻烦一点一点的去选 直接压 没错 人物也上来了 这是我们用快速选区工具 把人物选出来之后 直接擦亮 不用那么麻烦去一点点选 因为你每次选区的话 可能对像素对于破坏 还有你的衔接可能没有那么好 时间的关系 大家测试看 耳朵这边我做的不是太好 这时候我们发现人物是不是被突出了一部分 这时候我们发现颜色比较乱 这是新建图层 我们吸取下面颜色 我们要的这个颜色直接化 然后我们在这里面选择颜色 减掉不透明度 然后稍微低一点点 下面也是 特别是人物周边 我们说话暗部是偏冷色的 才能让橙色的皮肤和红色的衣服和这个伞 产生强烈的影像对比 绿色不要 绿色我们直接用色相保护 把它把它抽掉一点点 这是我们来对比一下 片子的离岸层次又出来 这是我继续压暗 让它反差继续增大 不要怕 因为我刚才做了一个选区 我们还信用可能选区 给大家再做一下 因为刚才做的选区 我没有单独保留 这时候一样的把人物踏出来 这时候你发现人物已经非常非常立体了 要的就是这样的感觉 好 接下来的最后一部分 我会教大家怎么去把人物的肤色调成黄色 成红色 把基调来上到最后一部分